净空法施法语 十四 不清净就生烦恼 清净就生智慧 一 一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智慧是最重要的 有了智慧 不但能解决生死的问题 而且能够解决宇宙之间一般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二 究竟圆满的智慧 佛说一切众生都有 跟佛相比毫不逊色 为什么你今天智慧莫有了 迷失了自信 智慧变成了烦恼 三智慧跟烦恼是一不是二 都是真心本性里面生的 不同的是 一个心清净 一个心不清净 四不清净就生烦恼 清净就生智慧 我们凡夫心不清净 所以才常生烦恼 二 一大经上常讲烦恼及菩提 菩提就是智慧 你觉悟了 无量无边的烦恼就变成智慧 所以烦恼跟智慧是一体之二面 二传 烦恼为智慧 就在迷雾之间 所以你现在烦恼多不要怕 只要你学会转 学佛就是学转变 把烦恼转变成智慧 把凡夫的生活转变成佛菩萨的生活 这叫会转 三智慧从哪里来的 刚才说了 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四外面学东西 可以学到一些常识 学不到智慧 智慧是开了悟才有 你不悟 哪来的智慧 三 一学佛的同学都想开悟 要怎样才能开悟 首先要把自己一切的妄想分别直住去掉 恢复到你自性清静 二心清静了 心里面一念不生 像一面镜子 外面境界就照得清清楚楚 照现就是智慧 三心不清静 你怎么能照现 所以要晓得 内离妄想直住 外不畏六尘所染 这是真正的功夫 四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开悟 心不清静 心不清静要想开悟 不可能的事情 莫有这个道理 四 一佛法讲究开悟 要怎模样才能开悟 那你就决定不能不懂的戒定会三学 阴戒的定 阴定开会 二定就是清静心 心里头有烦恼就不清静 烦恼是指七情五欲 贪嗔痴慢 是非人我 分别直住 你有这些东西 你的心就不清静 三清静心好难 是难 不修不行 净土法门老师说就是修清静心而已 你每天念佛 即使得不到长时间的清静 你要能得到短时间的清静 四 你要记住 念佛的心是清静心 念佛的时候打妄想 心就不清静了 心清静 我们念这个佛号 就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http 冒号 鞋杠鞋杠3w.book853.com 鞋杠秀.aspx 问号page等号59 语号语号id等号2467 语号sit等号159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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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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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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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感谢观看